为了让东门圆环的步行环境更宽敞 市府启动下一个阶段的人行道拓宽工程 将原有的圆环目前的五车道缩减为四个车道 并且将行穿线退缩 新设无障碍斜迫道 调整道路线行让车流更加顺畅 整个人行步道在拓宽从五米拓宽成九米 将现在的东门圆环的一个车道 拿来做所谓人行道的这个部分 并且整体的改善现在整个破旧破损的人行道的一个铺面 我们未来还是可以维持到四个车道 包括内线有三个3.5米的标准车道 然后最外侧有一个五米宽的一个混合车道 行穿线来做一个退缩 增加一些无障碍的一个坡道 来提供更友善安全的人行环境 那第三个部分我们也会来改善整个原本人行道 定家前面有一些积水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会来做一个重新的一个调整 护城河两端上下有两端衍生出来的部分 会增加一些植栽 那改善增加一些夜间照明的部分 让民众走到护城河的部分 有一个可以有一个驻流欣赏 东门圆环人行道拓宽工程将分三起施做 预计10月底前完工 人行圆环的部分 大概会分三起三区来做一个事工 那一区大概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在事工的期间 其实我们也会来协助来维持 包括透过起楼 或透过如果没有起楼部分 其实我们也还是会预留大概三米的一个人行空间 让民众可以 一样能够能够穿越这个人行广场 然后进入到店家 不影响店家的失作 109年完成东门圆环一起改善工程 邀请邱文杰建筑师进行东门城广场 清水平台以及街舞地下道三处区域改造 透过减法设计改善广场的空间与弹性 第二期工程将圆环人行道拓宽 让整体的步行环境更宽敞 凯破新竹万事连采访报道